中国防空导弹热卖程度不亚于俄制S-400,多国排队抢购众所周知,俄罗斯S-400防空导弹系统,这两年卖得很火。 不仅中国引进,印度订购,而且就连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也要买。 这一切归根结底,都是因为美国F-35代机的热销。 为此,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能发现隐身战机的防空系统,而S-400恰恰就号称,能打破五代机隐身的神话。 然而话说回来,既然中国也相继推出了多款反应深雷达,那中国的防空系统,却为何无人问津呢? 其实,原因只有一个低调。 近期,细心的军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次军演中,就发现了中国外销的F-2000防空导弹系统。 F-2000,事实上,就是中国出口版的宏基9远程防空系统,最小射程6公里,最大射程200公里,最大射高30公里。 拦截弹最快速度4.2马赫,不仅可以拦截飞行器,而且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,以及弹道导弹。 理论上,F-2000的区域防空能力,要强于遏制S-300防空导弹,但与S-400比起来确实稍逊一筹。 不过,S-400防空导弹,虽然好车能拦截隐身战机和洲际导弹,但至今并没有经历过是战队抗,谁也不知道它的真正实力。 而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就不同了,在竞标土耳其和卡塔尔军购订单中,曾多次击败美国爱国者-3O,周则任何俄罗斯S-300PMU2防空导弹系统。 后期结果军迷们也知道了,土耳其言而无信撕毁了红旗9订单,而据说卡塔尔已经与中国达成相关协议,将成为第一个引进红旗9的中东国家。 另外还有巴基斯坦,据说在印度采购S-400防空导弹后,也马上与中国洽谈了购买红旗9的相关事项,引进的可能性非常大。 同时,目前已经确认引进红旗9防空导弹的国家,还有土库曼斯坦。 因为在2016年4月,土库曼斯坦国家电视台,曾播放过其防空部队发射F-D2000防空导弹的画面。 接下来还有伊拉克、阿联酋和沙特,据说,他们都有引进中国洪旗9防空导弹系统的意向,目前都还在处于排队敲购当中。 最后给出一些曾引进中国防空导弹系统的名单,比如伊拉克、伊朗和巴基斯坦,引进的中国洪旗2防空导弹。 苏丹和巴基斯坦引进的中国洪旗6防空导弹。 伊朗和巴基斯坦引进的洪旗7,泰国、马来西亚和印尼引进的洪旗12,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,引进洪旗16等等。 不仅如此,中国还有出口十余国的FN齐烈,便携式防空导弹,出口量去世界第三。 它曾在中东战场上代写神威,三年击落九架战机,战机不熟,却非常低调。 它曾在中东战场上代写神威,三年几岛,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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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几岛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